真的是浪费!这些在TVB演丑觉得演员们现实生活中颜值超高!化妆后差点都认不出来。 作为吃TVB奶长大的忠实粉,小编发现TVB的化妆师个个都神乎奇迹。看笔整容术,剧集中出现过长得很丑很丑的角色,才发现现实中的她们都颜值超高!不是大帅哥就是大美女! 为了剧情需要,她们不得不丑化自己,今天就来说说经典剧中的三位TVB演员,让大家看看她们浮夸剧照和正常照,演过丑觉得她们,化妆后让你差点认不出来。 第一位是肖正满,她是歌手出身,但在TVB曾拍过多部剧集,如《剧轮》、《大台剑》等都有出色演出,但小编想到原来她曾在《人心结满2代甲牙》演出,饰演法医精神科医生梁启隆,戴上甲牙的她惹了网友纷纷议论。 而现实生活中的肖正满,那可是妥妥的一名帅哥,在幕后玩家和之前播出的超市空男陈都吸引不少粉丝关注。 第二位则是蒋家民,蒋家民曾在警犬爸爸和黄宗泽、钟佳心合作,饰演黄宗泽的妹妹。 许多网友对她印象深刻,在夸世代中更是吸引了不少网友对她关注。 而她曾在当忘爸爸化上丑妆,也让网友差点认不出。 而第三位则是小编常提到过的钟佳心,原来她曾在多部TVB剧集演过丑角,在蒲松林和搜神转均有。 而原来她还曾在当忘爸爸化妆成吸引起,让不少看这部剧的网友大呼,简直认不出来。 果然,TVB的化妆术是非常厉害的。 在TVB剧里,其实我们能看到许多伴丑角的演员,他们不仅要化妆,还要以丑态出现在大荧幕身上,也是有很大牺牲。 除了以上演员外,小伙伴们还记得有哪些TVB演员是以丑角出现在电视剧荧幕,让你印象深刻的吗? 赶快到评论下方,和我们一起分享吧。